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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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 不呱呱 那麼在這個連續假日 大家一定要注意 人生的怎麼樣 安全 還有行車的安全 哇 好high 端午節 嗨完了還是乖乖怎麼樣 要回到工作崗位 我們又不是富二代是不是 老船長也對 但是這個假期玩歸玩 內心還是忐忑不安 我當然知道 股票嘛 是不是 你每天都在那邊繃緊神經 放假就好好的去玩 不行老船長 還要看稻窮期 還要看新聞有沒有怎樣又怎樣 你為什麼會這麼緊張這麼多年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老船長你說說看 很簡單嘛 你跟外資法人不一樣啊 人家有空單嘛 你沒有 你只有股票 對不對 所以 我是國內第一位呼籲 所有的散戶朋友們 正確的金融操作嘗試啊 應該是怎麼樣 股票 加 棋子 欸 這不是我發明的啊 外資法人做這麼多年了 難道是假的嗎 啊 幾萬口 十幾萬口 是假的嗎 選擇權都先不要算 老船長 老船長 好像是喔 我先講 今天的節目 你就按部就班的看 一步一步來 讓你看看我是什麼樣的分析師 首先 這個在上個禮拜四啦 算禮拜四 只限一名 5月31號以前 我禮拜四推出來 當天推出來十分鐘就額滿了 因為只限一名 我不會在那邊騙 哇 看這麼好 趕快讓你來 我要堅持住啊 為了誰的名字 齊皇二喔 是如此的高貴啊 他可以讓一個喔 操作棋子的朋友 賺到翻過來 我不斷的怎麼樣 有空就印證一下 我為什麼要打折 為什麼要便宜 還不是我們老闆 啊你那個不盡人情啊 加減一下 好我就給他一名啊 啊沒想到怎麼樣 本來是5月31號以前 我哪裡知道十分鐘 就勘就一罵失啊 我就失掉啦 我就 我今天只是跟大家交代一下 請你不要打電話來說 我要齊皇二 我要特惠 我這第一次啊 只有一名 也結束了 我就是這樣的人 老船長 你清財公公 搞不好連一個都沒有 本節目內容所言說謊不實 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使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跟你的老師是不一樣的 你的老師可以在媒體胡說八道 他根本不在乎 因為他認為這個世界上沒有神明嘛 他可以隨便講嘛 他還掛保證喔 他的保證值錢嗎 對不對 每天來騙的還掛保證 第一件事情我有交代了喔 第二件事情 台北股市在星期五注意看喔 900多億的量 我不管你什麼跌六點 找那個不重要 917億 這是重點 為什麼你們現在一點都不high 為什麼你們套牢了一缸子的股票 答案很簡單嘛 以前台北股市上萬點 注意聽喔 成交量2000億起跳 像是老船長一陣黑皮咬天天喝香檳啦 喝的喔 那現在呢 現在老船長怎麼回事 也是上萬點啊 對不對 成交量年1000億都不到 以前上萬點喔 台北股市的這個股票的支數 才幾支啊 現在幾支啊 照理來講 注意聽喔 現在的股票 支數比以前多那麼多 成交量應該要更大才對啊 所以今天你把我的一句話記住喔 那是因為這個盤的結構是有問題的喔 升多周少 我說過喔 合上一堆喔 稀飯很少喔 那老船長不對啊 有量才有氣啊 為什麼可以推升到1萬多點 成交量這麼少 啊老船長你錯了 我們學技術分析你錯了 拜託你那什麼三角貓的技術分析啊 注意聽 這一集 老船長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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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揪來聽 有五天的時間 讓他們增長知識啊 沒有錯 量可以把價推上去 那1萬多點 為什麼這種鳥量呢 很簡單嘛 就是說漲特定的一些股票 就是說漲特定的一些股票 然後很多股票呢 是沒有跌 你聽得懂嗎 他在那個地方撐著 都沒有量沒有關係喔 等到有一天喔 哨子一吹 嗶嗶 好 開始沙盤的時候 我告訴你啊 量就出來了 大家開始逃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1萬多點的加錢指數 必須要用一千好幾百億 那才是正常的 現在這個叫做假象 所以我才一直叫你們股票少做一點 我有沒有講 我說最多持股不能超過一檔 那你現在參加會員跟著老師 他每天帶你拼嘛 拼股票叫你去追嘛 對不對 今天漲什麼 禮拜五漲辣辣椒 馬上就有辣椒了 對不對 這什麼股票啊 這公司賺多少錢 我給你看一下 股價四十幾啊 第一季賺一毛 喔老船長你不懂 由虧轉銀了 難道不能再由銀轉虧嗎 就是炒這些嘛 對不對 這家公司淨值多少 我給你看一下 我給你看一下 辣椒的淨值 嘿嘿 好 來看這邊九塊 九塊多喔 你們都不了解股票 什麼叫淨值 就是一家公司的資產 把它負債減掉 剩下的就是業主權益 有學過會計就懂 把這些平均分給股東 對不對 一股的淨值多少錢 辣椒九塊多 股價四十幾 老船長 你給我們看好一點的公司 我給你看大力光 大力光淨值 哇好高喔 597 問你股價快五千塊 台積電 你聽過嗎 台積電207塊 你知道台積電淨值多少嗎 56塊 就是告訴你當股票沒有跌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感覺 各位記不記得台積電有跌到四五十塊 有沒有 有欸老船長真的有跌過 跌到淨值那邊喔 對啊 那時候張忠謀先生說 他要出來買台積電 各位記不記得 對啊 好的時候沒有話講 我也認同啊 對不對 但是當不好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啊 欸這個速度等死啊 好好好 老船長 我們才幾張股票啊 對不對 你問我 你問阿朵阿 阿朵阿一缸子股票 你問阿朵阿怎麼辦啊 我跟你講我不用問嘛 人家空單可以多少萬張 在那邊隨時等待 對不對 借了一大堆的券 有沒有 他其實他隨時空單可以布 幾萬口還不說 他股票券都先借好啊 為了下的米 他也怕這個盤 萬一哪一天掛的時候啊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個 連續架起給各位一個很棒的觀念 就是說 你們喔 不可以這一輩子只做股票 你應該要學習法人 他們用棋子來做避險的動作 哪怕你不喜歡做棋子 你不要在那邊怎麼樣賺錢 這個當衝幹嘛 那都OK 但是你要有一個工具 當股票崩跌下來的時候 你的棋子獲利 因為他是槓桿倍數嘛 他一口保證金才八萬多啊 十口才八十幾萬啊 假設你有五百萬的股票 你拿八十幾萬來避險 我告訴你 你股票跌下來 你期貨賺的 剛好都可以cover 外資就是這樣做啊 對不對 所以老船長你要說什麼 很簡單嘛 別人都在招收會員啦 我來做 我來做工 會員你們去參加別人的 沒有關係啦 無所謂啦 我今天喔 我來這個市場多少年了 我算非常資深的分析師啊 而且我是雙分析師啊 股票加期貨 現在誰要教你期值啊 對不對 那個只有一個股票分析師的 他從來不能 他也規定不能講期值嘛 所以他永遠告訴你做多股票嘛 那有一天股票摘下來的時候 他能幫你嗎 他不能幫你啊 而且他職業做多 因為他知道這樣才能夠招收會員嘛 甚至他也連股票都不會空 那空股票很困難啦 有很多限制 叫券要不到對不對 然後呢 主力跟大股東搞不好逆向嘎你 但是棋子不一樣 棋子是大盤 沒有人可以故意嘎你空你放心 趨勢的力量沒有人可以擋得住 包括外資在內 所以外資也乖乖的怎麼樣 在期貨布空單嘛 台子期嘛 一樣的道理 他也不能夠對抗趨勢啊 是不是 那你一直都是做股票的 你要跳到棋子這個領域 你什麼都不懂 甚至你連戶都沒有開 沒有關係嘛 放完架之後 你記得來嘛 如果你搶得到座位的話 那如果沒有座位 你不要怪我 因為我不是今天才告訴你 對老船長講真心話 平常我們都怎麼樣 覺得很安全 反正一萬多點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盤的結構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一直高度警戒 所有的會員只有一檔股票 而且持股非常的低 全市場最低 我也不會帶你追這個買那個殺這個 你的錢你現在大概算一算大概歸零高了嘛 因為你參加的就是每天帶你拼嘛 對不對 哇今天漲哪些股票就買進去嘛 第二天怎麼樣 跌了再殺掉 再停損嘛 就是這樣幹 對不對 第一階段廣告你先搶座位 我怕第二階段喔 你沒有座位啦 為了下列明 因為大家聽我講完之後 願意怎麼樣 向法人看齊 那才是真正現代操作金融的一個怎麼樣 正確的方法 導播 回復家園時請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粥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五月五日華龍舟 眾夜飄香慶端午 啟發頭顧五五回饋 祝您佳節愉快 奪標行列邀您同行 讓您財運亨通 參加頭顧會員 一定要參加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同步 幫你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2389-8689 好老船長我們終於知道了 不可以再博角操作 應該怎麼樣 股票加期貨 你這樣子講就對了 法人是如此 法人比我們還要先進 他們善於用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就是棋子 來怎麼樣 再做金融的操作 而台灣早期的股民哪裡懂 什麼叫做棋子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懼怕於棋子呢 那是因為很多東西到了台灣 就變了樣 那些投顧老師 對不對 你所參加的 他叫你買的軟體 是看我的測標 叫做看盤軟體 不是操盤軟體喔 看盤軟體是什麼 禮拜五一開盤就灑在那邊了 你自己在那邊看半天 你也看不懂 拿去垃圾桶丟掉 要做多做空 根本不知道 但是你看節目喔 他會告訴你 這裡是空 這裡是多 根據他的軟體 我請問一下 那是他事後在講的嗎 欸 老船長我們真的有這種感覺 對啊 你一直被他當豬腦袋啊 然後怎麼樣 沒有關係 也不怕 有抗訓 假抗訓再灌給你 讓你直接怎麼樣 邁向歸零高之路 是不是假抗訓 發二十組抗訓 選兩組對的出來騙 到網路去查到底是哪些人 我告訴你 走過必留下痕跡的 好不好 那老船長你這邊寫個操盤是什麼意思 對 操盤軟體跟看盤軟體不一樣 我先問你 你今天騎黃了沒 沒有 好 為什麼要騎黃 因為人工智慧電腦運算 你根本是豬腦運算 我知道 你不重視AI人工智慧嘛 那麼既然是操盤軟體 就不是自己判斷喔 它有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12歲到80歲 全都看得懂 絕對不會改 永遠是如此 這才叫做操盤軟體 我已經講過多少次了喔 你把你的看盤軟體拿去丟掉 最好不要再跟那種抗訓了 對不對 不是不動作就是怎麼樣 一天到晚輸錢 那老船長 你說騎黃賺錢就賺錢喔 很簡單嘛 星期五很簡單 只要花20分鐘就搞定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內容造假賠5億8千萬新台幣 注意看喔 全部有騎黃的 來跟我對 來星期五一開盤 哇 綠船長馬上出現 綠船長出現 下一根綠K開在黃金線下 有沒有開在黃金線下 有 進場做空 這裡回補 你只要一空到 你獲利了結的單先掛好 這邊自然就可以獲利了結了 後面都不要做 20分鐘就可以了 打完收工了 都不要貪 有的時候哇 坡斷幾十點 我跟你說不用啦 我們要的是怎麼樣 常常贏 幾乎天天贏 你一年下來 一口就可以賺50萬 十口500萬 就這麼簡單 你想賺得多 口數增加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很多人做大口數的 他想要擁有齊皇二嘛 結果呢 我齊皇二從來都不特會啊 我就禮拜四推了一天 十分鐘就搞定 我剛剛撕掉丟掉了啊 你們以為啊 我只給一名 一名就是一名啦 我絕對不會在那邊 啊後面還有 沒有啦 你等一下一次 看看會不會 齊皇二有什麼了不起 我告訴你啊 有做齊皇一的就知道了 那齊皇二更是厲害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 老船長你的言下之意 是說我們做棋子 第一個可以避險 當股票崩跌的時候 我們可以學法人 棋子市場賺錢 對不對 因為他放空沒有什麼限制的 不像股票 一大堆 對不對 要券還要不到的 笑死人了 是不是 還有被什麼大股東公司派聯合來搞你的 喔你空我家公司的股票 沒有錯我公家 我家的這個股票是爛貨 我就嘎給你死 有沒有這種爛公司 有 專門在炒股的很多 很多人都吃過悶虧 所以你要放空也不要空股票 空棋子就好 啊我的老師怎麼沒有這樣跟我講 因為你的老師只有證券分析師的資格 他不能夠講棋子啊 所以站在他的立場啊 他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怎麼樣 健全的操盤方法 真正現代金融的市場 健全的操盤方法 他沒辦法給你 他站在自己的私利啊 你聽得懂嗎 那你們傻傻的啊 就一直在看那種節目啊 久了難怪 所以每一次崩盤哪些散戶不死 全死啊 真的耶老船長 每一次一崩盤散戶輸到 跳樓自殺的一大堆啊 可是看外資好像都活得好好的 對 人家有棋子市場可以避險 那除了避險之外 我剛剛給你們看的 這個就是20分鐘 禮拜五就獲利了結了 測標不能亂寫的啊 這個造假賠5億8千萬新台幣啊 那老船長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去開戶做棋子的話 一口保證金只要8萬多 除了避險之外 還可以當充來賺錢喔 對啊 當大盤沒有崩盤的時候 對不對 你就怎麼樣 當充棋子可以賺錢啊 當充棋子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你只要照著超盤軟體的遊戲規則來做嘛 你的軟體沒有遊戲規則我知道啊 因為你的軟體是看盤軟體 你在買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怎麼看怎麼看 一開盤你就撒在那邊了對不對 欸對耶老船長真的是這樣子啊 廢話那是看盤軟體 不是超盤軟體 全國只有棋皇可以訂出這樣的規則 所有的軟體只有棋皇 你不相信你告訴我你的規則是什麼 你的規則就是你打開電視看你的老師解釋 這裡東這裡空 這裡多這裡空 這裡多這裡空 它是不是每次都全包 還規避奇交法 價差多少 鬼扯蛋 然後再掛著保證的call訊 我有call訊為證 20發call訊只公佈兩發 我們這個圖印出來喔 大家都一樣 只要有棋皇都一樣 沒辦法造假 call訊可以造假的 我已經破解不知道多少次了 你們去網路查就知道是誰了 對不對 已經跟你講得很明白了 所以既可以避險 又可以當衝讓你賺錢 你告訴老船長 你要不要操作棋子 而你的唯一的問題就是 你過去都做股票喔 你棋子不會嘛 對不對 也沒有人要教你嘛 奇怪 你的老師也有 也有期貨分析師證照 為什麼他不敢開課 因為過去 跟他做棋子的人全部輸死 因為跟的是人 不是人工智慧 是人 懂嗎 是豬腦運算 老船長真的耶 我好久都看我的老師喔 都不敢再講棋子 他偶爾講一次 對 偶爾那一次他股票輸死了 他講一下棋子 點綴一下 聽得懂嗎 沒有再帶你做棋子了對不對 你們已經怎麼樣 自己在那邊 他就放你們自生自滅啊 對不對 這種很多啊 你還期望他出來教課喔 多少人到現場怎麼辦啊 冤親債主一大堆啊 所以現在全市場只有我開課啊 你過去學的技術班 完全用不上對不對 我給你保證一定都沒有用 都鬼扯蛋 什麼技術班 哇 ABCD 你自己在告課第一集 知己波學了一大堆 請問你不要講什麼 禮拜五的棋子 你有沒有一開盤 二十分鐘就賺完 有沒有 沒有 聽講技術分析 那些你來上我的課 雖然是初學班 我保證把你一個 從只做股票的人 把你帶到棋子市場 保證沒有人敢再欺騙你了 你就是高手了 我給你最正確的觀念 你信不信 但是喔 我不保證有座位 我先講喔 尤其這個四天連假 哇下去之後 座位已經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了 我跟你講 我要讓每一個來上課的人 坐舒服服 你怎麼不能兩個人 疊在一起坐嗎 開玩笑 對不對 已經很多人在搶座位了 我已經交代我的助理 一旦而滿了 絕對不會讓你登記 六月開始喔 所以我為什麼訂單六月二號 六月開始喔 大盤還是會這麼穩喔 我跟你講你要小心的 成交量一直放不出來的話 不要說多啦 回檔個八百到一千點喔 你們就血流成河了 但是如果你聽我的棋子市場 立刻怎麼樣 避險 你股票賠的錢 棋子全部賺回來 你沒有影響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你要開戶 要學很多知識 什麼都不會 你不用擔心啊 我教你啊 那自認為自己棋子很厲害的 輸了幾棟房子的 最好你也來上課啦 你不要覺得你很厲害 去刷存責 你的錢很多才是厲害啊 很多人 哇說他棋子多厲害 什麼超凡法啊 一大堆啊 結果怎麼樣 一天到晚在輸錢 為了下在咪 觀念完全是錯誤的 為什麼會有 期貨這個東西的產生 要從源頭去抓 到底是為了什麼 一個系列你學下來 你才有辦法成為現代的 金融的怎麼樣 操作人員嘛 對不對 看盤軟體拿去丟掉了 我跟你講過啦 你浪費錢啦 他說要送你call訊 那是框你的 哇好棒棒喔 有軟體也有call訊了 結果你怎麼樣 輸到脫庫 我講的對不對 老船長真的耶 我為什麼要創立齊皇 就是要來救你們的 你知道嗎 齊皇他不是人 不用休息 而且他絕對不會騙你 有沒有聽到 你的就不一樣了 call訊騙你啊 是不是 然後軟體完全沒有用啊 哇呀這個那個 讓你判斷半天 行情早就過了啦 你知道很多人買那個軟體 好複雜喔 老師叫他這樣看那樣看 根本沒有用 然後每天看電視節目 老師在表演賺錢喔 這裡是多 這裡是空 這裡多這裡空 隨便他講 沒有規則 你知道嗎 這就是台灣現在怎麼樣 金融市場的亂象啊 你只有明哲保身啊 因為主管基礎官他管不完啦 太多人在這個 利用媒體在那邊胡說八道 你知道嗎 做棋子現在下午3點 還開盤到第二天早上5點 這段時間誰不要睡覺不要休息啊 但是有人他要做那怎麼辦呢 難道跟老師嗎 所以棋皇才是這麼重要啊 這樣各位了解意思吧 來你看一眼 搶得到座位 度完假以後 回來 上完課以後 你就是一個怎麼樣 不會跛腳操作的人了 股票加棋子 跟法人一樣來操作 你要輸 我告訴你 非常困難 我先講最後一次 搶不到座位 你不要怪我 好 開始撥打 好 離開 快點 飛機之客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製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隨身平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